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农产品的销售 市府农业局主动出击 结合在地业者以及知名冰棒品牌 利用台中西瓜、茂骨干、红龙果等 当季鲜果开发冰棒、雪花冰 以及优格、益式冰淇淋等多元冰品 市长的秀业也与中信兄弟拉拉队队长小安 高人气队员军军同框 透过市长脸书、官方粉丝页 线上直播全力来行销 希望帮助农民度过疫情难关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 就像有个化妆品广告 你看看我们的干嘛 市长拿起当季水果如数家珍的介绍 全力来为台中农产品行销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农产品行销 台中市主动出击 市长如庄英邀请中信兄弟拉拉队队长小安 高人气队员军军同框 透过市长脸书官方粉丝页 线上直播 希望帮助农民度过疫情难关 吃冰果最好的时机 那我们台中呢这么多年来 我们盛产了各式各样精美好吃的水果 那这些水果呢有的是新鲜吃 有的是可以榨吃 那有的做成冰淇淋或做成冰棒等等 各样的一个产品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透过 我们的一个行销 让大家更能够认识台中优质的农产品 台湾市五月份当季的水果有西瓜 甜桃以及梨子 农业局结合在地业者 以及知名冰棒品牌 利用台中西瓜 茂骨干 红楼果等当季鲜果 开发冰棒 雪花冰 以及优格易式冰淇淋等多元冰品 除了帮助农民 也鼓励民众多吃台中冰果 有一次我跟进去我们在那个后台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吃那个时候超好吃 应该是龙井西瓜吧 哦 谢谢龙井西瓜 这个超甜然后水分超多的 自己本身最喜欢的是那个雪花冰 就我觉得雪花冰它吃起来的味道 我刚吃进去就是酸酸甜甜的 有一种 酸酸甜甜的有一种 呃 谈恋爱的感觉 对 然后就是非常的夏天的氛围 希望表示炎热的夏天就是想让人吃冰消暑 而台湾是水果王国 各种台中盛产的水果与冰品都是绝配 外民众来品尝台中在地清凉的水果冰 让夏天流向难忘的清凉滋味 介绍专专台中产报道